四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台商 今天是齐聚在蔡英文的竞选总部 传达来自海外的挺蔡声音 包括了蔡英文台大法律系同学 以及同父异母的姐姐都现身其中 中风低调的蔡家人表示 会用潜水战的方式 帮蔡英文拉票 不会公开站台 四百多名海外台商 几报会场高喊支持 现场还有特别嘉宾 蔡英文同父异母 身为声乐家的姐姐蔡英如 也来帮妹妹加油 我们家人都不想曝光 所以我们都不会很公开地走出来 但是私底下都有在做 接下来会帮蔡英文 就潜水战咯 潜水战就是默默地做咯 虽然是用低调的潜水战方式 帮妹妹拉票 但蔡英文的姐姐说 助选工作从她两星期前 一回台就已经开始 几乎跑遍各个竞选场合 而特别从美国赶回来驻镇的 不止家人 还有蔡英文 台大法律系的同学 基本上动员我看是全班都在动员 然后我们就 就是约好了说 每个同学就动员给十个 每个同学请他动员十个人 然后十个人再去找十个人 我觉得同学里面很多是来的 全部都找哥 祝福我这个老同学 我们对他很有信心 他善善把我的蓝的同学拉过来 因为同窗情仪 大动员 席日挺蓝 现在改挺绿 选前九天 家人同学和台商凝聚力量 而被视为蔡英文最后 辅选王牌的前台湾领导人李登辉 目前虽然考量 年事已高 加上大肠癌手术后的身体状况 还没有站台助选的规划 不过最后关键时刻 李登辉会不会现身登高一呼 将是绿营选前的最高机密 澳雅卫视 林青名王子聪 新北市报道